为了抗议警察执行过当 不只在自由广场是有学生持续来静坐 从昨天晚上开始 北中南的学生也开始串联了静坐抗议 包含的就是在南部的成功大学 光复校区 同样是有数十位的学生来静坐 现场的这一情况 我们来信给记者黄嘉平 嘉平 是主播 近二三十位的成大师生 持续在校园里头静坐抗议 而我们可以透过镜头可以看到 学生持续的在泽宇棚里头 戴着口罩 而且持续是和平静坐的方式 拿着他们所谓的诉求还有标语 在这里持续他们的静坐抗议 事实上这次他们最主要的出求 当然就是买久跟刘昭选能够道歉 国安局长还有警政局长能够下台 还要修改这个集会游行法 所以他们这次最大的特色 其实就是用网络视讯的方式 不但是要募集物资 更是希望借用这样的方式 来串联全台湾的大学生 这样能够发动自主性的集结静坐 形成遍地开化的一个现象 而从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事实上各地都有规模不等的 和平静坐抗议的活动 目前陈纳校园学生和平静坐方式 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稍后有最新的情况 我们也会随时为您做连线报道 把时间换给同内直播 因为不满意围城的时候 警方执行过当 现在在台北的自由广场 还有在南部的成功大学 学生是持续来静坐 他们利用视讯的方式进行连线